歡迎來到威姐上菜之煮雞湯療雞湯系列 歡迎我們本集的超級大來賓小凱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凱咪 威姐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凱咪老師 我覺得可能是我此系列裡面最重量級的來賓了 是媽媽妳把表姐放在哪裡 表姐跟你怎麼比啊 又要講她白話 真正就是因為真正好才可以這樣子 對啊 因為就是妳再怎麼講她都不在乎 她都知道妳是開玩笑 而且她都知道妳是愛她的 對 但是也不能這樣無止盡的下去 我可以 真的嗎 因為她愛我很深 我們今天邀請凱咪老師來跟我們一起煮雞湯聊雞湯 對 好緊張喔 為什麼 很緊張啊 因為我是一個基本上不下廚的人 對 我的人生大概只有做過菜 進廚房大概不超過十次 真的假的 數得出來 數得出來 所以我是對於料理呢 就是一竅不通 那太好了 因為我今天幫老師安排就是一個非常 懶人系列 無腦系列的一個雞湯料理 只要你家裡有電鍋 你就可以做這一系列的雞湯 非常簡單 我們今天是市場雞然後先汆燙過 傳統市場的雞先汆燙過 對 然後我們這邊是兩隻超級大雞腿 我們來問問看老師 妳知道一隻雞腿大概價格是多少 我以為妳要問我一隻雞又幾隻雞腿 妳是說去市場買嗎 我真的沒去市場買過菜耶 妳難道以我的想像 以妳平常吃雞腿便當的概念 我覺得單買一隻雞腿嘛 就是說去市場找阿姨說 我吃一隻雞腿 大概三十五 是嗎 妳真的非常沒有概念 這太貴還是太便宜 太便宜呀 妳不知道現在雞腿多貴 好扯 這個太扯了 這可以把它剪片頭 可是我剛剛用那個邏輯去傳說 它的成本然後加工然後賣便當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在做菜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市場的時候 也是跟老師一樣的感覺 想說大概就是幾十塊一次雞腿 因為通常我們一個便當有菜有飯有肉 對啊 怎麼可能一隻雞腿 還要料理還要幹嘛對不對 我們小編告訴老師 這一隻多少錢 一隻大雞腿啊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八 差不多 沒有真的 一隻大雞腿一百八 從以前買到現在 大部分在台北的市場 桃園市場可能便宜一點點 對 但是一隻大雞腿要一百多 所以我們這邊兩隻就三百六了 但這個雞腿的大小真的是 是大的雞腿 不是便當的那種小棒棒腿 所以你們都很驚訝對不對 對好貴喔 現在一隻雞腿要一百八 吃雞不知雞價 吃雞不知雞價 不好意思真的 好 那今天給大家 上一課 對上一課 然後我們今天還多加了一個 蛤蜊 因為我們這次呢 把雞湯裡面多加了蛤蜊 味道就是比較鮮美一點 蛤蜊雞湯 還有一個厲害的東西 我喝 這個 老師我們喝過剝皮辣椒雞 我超愛 剝皮辣椒 金蘭的 對任何牌子都好 但是我覺得 喔 你買到那個了 沒有 我開過了 我已經開過了 我已經敲很久了 我還是有點嘗試 我還是有點專業 生活還是非常的機智的耶 那不會主要會挑剔啊 沒錯 因為加了剝皮辣椒之後 那個湯的味道非常的非常的鮮美跟好喝 你就不用再加些鹽啊有的美的 這就是蘭文料理 電鍋料理最簡單的 那我們直接從 還有這個 薑 薑是去心用的 然後你也可以加點的 米酒 米酒 對 所以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子 蠻簡單的 這個 老師不會下廚對不對 我不會下廚 跟表姐一樣 那我們還是一樣從 切薑開始好了 好切薑 對可以嗎 我先幫老師把這個皮給刮掉 上次網友告訴我說 其實皮不一定要用那個 小皮刀 他就用這種鐵湯匙 鐵湯匙就可以把皮刮掉 好我們就先刮前面一段就好 然後老師幫我切個薄薄的幾片 好 小星星喔 你的手很尊貴的 真的 切片 對切片就可以了 切片 這樣 對沒錯很棒 是吧 是就是這樣 拜託 我們大概四五片 這樣子厚度高嗎 你要指定 指定厚度嗎 很厲害耶 果然是 腕靠手溫柔的手 我只是不煮 好穩喔 我只是不煮而已 我煮了下去不得了 我就是怕 煮太好 怕太全能 對 怕別人沒飯吃 對 留點路給人家走 這樣可以嗎 夠了 彩妝界有老師 然後廚藝界留給別人 這樣我們等一下也是一起加入雞湯裡面煮 有參與感 好 非常簡單 好 我們這一鍋 其實已經正常的話 你只要加冷水就好了 好我們就先第一步 老師幫我把這個 直接汆燙好的雞加進去 好 那加下去是 全家 好 然後呢 冷水蓋過雞 要蓋過雞 要蓋過雞 蓋過雞 這樣差不多 然後薑片 好 薑片 這超簡單的 然後酒我們現在夾好了 先夾 對 先讓它煮 外面就大概是一杯米 米杯的水量 米杯水 對 灌籃之手 好來囉 這樣才啟動 對 那一杯水煮乾 它就會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呢 我們 再把蛤蜊加進去 因為蛤蜊很快 蛤蜊很快就會 蛤蜊很快就會 撥開這樣子 對 蛤蜊撥開的時候其實就可以喝了 然後我們 就是中間的時候再加了 Rubiaji加蛤蜊 那我們在等待的同時呢 跟老師聊一下天好了 好啊 來 就是因為其實我很好奇 我們上次在那個講座的時候 我們在講自媒體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老師本來不是在自媒體這一圈的人對不對 對 不是 小時候開始做服裝秀 然後就是一些時尚活動發表會 精品珠寶秀 然後做一些品牌 化妝品品牌的活動 對 然後到上電視 比較算是所謂的那種電視媒體 電視媒體 對 就是從本來的幕後是在當幕後的人 變到目前的人 然後又是在演藝圈對不對 對 算啦 算半個演藝圈 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從前在演藝圈工作的這些 有沒有什麼心酸的 或者是有趣的事可以分享給大家 當然很多過程有很多 比如說小小的挫折 比如說因為經驗啊 或專業啊 對 有些不足的地方 你會遇到一些挑戰 但是呢 我自己的面對這些問題關卡的心態都是 我覺得沒有遇到的關卡 就不會有進步 所以呢 我會很感謝過去的那些經驗 對 當然我們不會在台面上跟大家分享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最近就提不到一句話 就當你覺得人生很難的時候 對 很苦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 這代表呢 你正在往上爬 因為你往上爬才會覺得很辛苦 對 上坡路總是比較累的 真的 對 當你現在過得很爽 然後你覺得哇 如魚得水的時候 那就要警惕自己 可能你就正在走下坡 你知道這個圈子 不能太安逸對不對 不管哪個圈子 我覺得都蠻現實的 是啊 沒有進步就是退步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剛剛講那些打擊啊 其實真的有 其實你要我講的話呢 我就想 回想我第一次上節目 哇 打擊超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幕後的工作人員 專業工作人員 對 然後又到台前去說話 去你知道 我知道 我有看過你這一篇的訪問 然後你說你那時候不知道怎麼樣去跟觀眾溝通 因為你們這種專業的一些術語 或者是一些方式 觀眾不一定能夠領結 對 然後你就很挫折想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讓大家了解 你到底在做什麼 對 就你要把那個專業的語言變成 一般人聽得懂 那是太難了 很難耶 太難了 因為對你來說 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而且對於一個技術人員來講 會覺得說 就這麼簡單啊 你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凡人不懂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說 要怎麼講 然後呢也不會講 然後呢也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會講 我就是那種其實還蠻不會講的 所以我上節目第一集只說了兩句話 就大家好 怎麼可能 然後謝謝就這樣 怎麼可能 真的 我就只講兩句話就沒了 然後鏡頭大概三四秒而已吧 那你進步非常大 你現在非常非常能夠在鏡頭前面 可以講非常多的內容耶 沒有我覺得說話 這個東西就要參考了解的那個 了解的 馬可不辣心 對 說話這個是一門藝術 然後我覺得 需要練習 任何人都需要練習 包含現在的我覺得說話也是一個 需要繼續去成長 因為我們現在要說富貴的話 要怎麼樣說話 讓人家有覺得說話如木春風 然後我們說的話呢 說到重點 可是又不會刺傷人 對 所以呢我就說 要說富貴的話 才會有富貴的命 對 這句話我覺得非常好 真的 來打開頭在這邊 要說富貴的話才會有富貴的命 對 不要為了就是說好像要划眾取仇 就是一定要講出個什麼梗來而應 說一些你知道 就是很聳動的標題 我覺得不需要 就是默默的 然後呢就是 說你該說的 然後做你該做的就可以了 就是會有人看到你的努力 然後你的努力也一定會有回報的意思 你知道那個時候 因為兩句話嘛 那時候講得很爛 然後話就很緊張又很挫 好 我回家是不是會哭哭 喔跟你講不是只有哭 哭不出來 那種就是你覺得人生就是絕望 一定啊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好不容易 有機會上電視 好不容易上這麼大的節目 然後自己的偶像心肺姐在旁邊主持 就我就是太緊張了 然後呢 我就只能把妝 好啦 把妝畫好就好 不講了 然後我就 然後呢就錄完影之後 好沮喪 一定很沮喪 然後大家就這樣默默的就離開了 然後就剩下你在那邊收東西的時候 哇那個真的是哭不出來 我的天啊 然後你就覺得說人生就是 好啦就到這邊為止 好了 我是說彩妝事業 就是會覺得好像 你沒有什麼發展的機會 就啊 完結片知道自己不適合 那你說一定會有人看見 你知道誰看見你 誰一定有個貴人 攝影師 攝影師 就是你看 綜藝節目都很多那個攝影師 攝影大哥 可能有些他們就是比較粗獷的 然後也不懂時尚 可是他們的專業就是你知道 他們的那個技術 對 然後就是錄了第二次之後 我就 欸也是默默的收了東西 那一集還不錯 所以還錄了第二次 第二集對 那很好 我講了三句話 進一步 進一步講 然後呢就一樣啊 就覺得啊 錄完影 一樣就覺得說天啊 就是我確定我不適合 你知道 第二次的挫敗 有一個攝影師就過來就說 欸 哇 剛剛你畫那個嘴唇啊 喔 我們這樣zoom in進去的時候 哇 好漂亮喔 你知道嗎 一個 這個鼓勵也太棒了吧 一個攝影大哥 很真誠的告訴你說 他們zoom in進去的時候 看我的妝的細節 喔 很過癮耶 哇 就來耶 就是我畫那個編啊 他就說 喔好看 但我想這句話讓我那天活過來了 哇 我覺得要在此感謝那個攝影大哥 真的 那不會有現在的凱銘老師小凱老師 真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身邊的人的鼓勵啊 就是突如其來一個冷部房 給你很大的溫暖 嗯嗯 所以他就是一個會說話的人 沒錯 對 從那個讚美開始我就知道 其實 嗯 我要把握的重點就是 嗯 把妝畫好 嗯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 就是技術人員 對 我就是把妝畫好 所以我從來不會去說 我上節目要穿什麼 一定要講到什麼 我要 我要刻意說什麼梗 因為我不會嘛 哇 我覺得 因為老師他這件事情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想要失焦對不對 你想要知道你自己的專業在哪裡 可是通常一般人都可能還會執名於 我今天上節目 我就是要非常的亮眼 我要被大家看到 對 可是其實默默在旁邊執行 跟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的人很少 嗯 嗯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回歸到本 本位就是說 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嗯 就夠了 在專業上面努力 然後默默的 一定會有一天你會被看見 對 嗯 因為像老師應該也是這十幾年來 一直一直在這條路上很努力的耕耘 就我這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啊 我也沒做過別的 可是你從來沒有想過我要換個跑道嗎 沒有沒有 一天都沒有 我從國中開始就立志當裁裝師 你的志向好明確喔 很明確 我覺得我怎麼會這麼明確啊 為什麼啊 是從小的家庭就是 這很明確 十六歲開始怎麼可能 真的很明確 那時候大家都在幹嘛 就是過著漫目目的的生活 對 殺時間 確實都是在殺時間 可是不曉得是 確實都是在殺時間 可是不曉得是時間在殺你 不是你殺了時間 反被殺對不對 對 所以我很幸運吧 就是從小就知道 時尚啊 然後造型 彩妝 真的我很有熱忱 我覺得這是老天爺賞飯吃的概念 對 所以你堅持這麼久 應該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你對這件事情有很大的熱忱 非常大的熱忱 十六歲到現在耶 也不多少年了 可以講嗎 大概十年嗎 二十年 二十年以上 二十年耶 對 因為其實一個工作十年有成嘛 是真的 小時候不懂 會有成績 十年有成 那邁向第二個十年 第三個十年 你會有不同的境界 成佛 這在呈現 還有很多路可以走 因為我覺得 我是那種就是會把 我會小題大做 然後會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我都是 我都有這種個性 這種個性是好還是壞 你覺得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好事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 把事情複雜化 意思是說 我覺得 如果我造廠商的指令 做事情 我覺得不好玩的話 我就會做更多 然後可能自己會累一點 可是會很好玩 那我會願意去讓自己去挑戰 你是不怕挑戰 跟不怕辛苦的 不怕麻煩 不怕麻煩 對 希望不要怕麻煩 不怕麻煩好重要喔 不然不會在這個領域撐這麼久耶 我覺得像我們領域當中很專業 或成功的這些 那些傑出的同行的大師們 共同點就是呢 要求細節 然後不怕麻煩 這個行業要做到精 要做到那種有代表性的地位 對 通常都是非常非常執著的 我覺得一定有某方面的偏執 可是我都會覺得像老師做這個行業 就是為什麼老師成功的原因 因為他真的不是隨便的人耶 任何一點東西都好認真喔 我們來做講座 我們來做什麼事情 通常到老師這樣子的等級啊 你大部分的事情都給下面的人做就好 可是不是 親力親為 一定要的 真的喔 你帶我去燙肌肉 還帶我們那個小編去燙肌肉 還知道肌肉去哪裡燙 不是 而且還跟大家講秘密 我現在沒有助理 是嗎 現在沒有助理 有團隊 有團隊 但是我沒有貼身助理 那我記得老師之前有 對我以前就是一定會跟兩個人 就是幫我協助彩妝的整理 然後活動拍攝的前置作業到後面要整理要收 我告訴你 我現在是一個人負責全部的事情 那為什麼有這樣子的改變 你是想要訓練自己什麼嗎 很多時候人都會太 會有仰賴身邊的人幫助 了解 然後你會忘記一些事情 是 你會失去很多很基本的技能對不對 對 就是說其實你不要小看那些整理化妝品 然後呢前置的作業 或者是收拾東西洗刷子 我已經大概 洗刷子 我出道沒多久我就有助理了嘛 所以我其實到十年沒洗刷子了 沒有自己做這些細節的東西 然後到這兩年呢 我決定不要有助力 因為我想要自己把這些事情 自己再重新溫習一遍 就是你想要從最初的自己再開始做起 對 從你入行那天的畫面 就是我坐在化妝台上面洗刷子 你知道會起雞皮疙瘩耶 我光想像這個畫面都起雞皮疙瘩了 對 就是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助理最大的差別 你要講會搞笑對不對 就是 我居然就是工作都不會發脾氣 因為你知道基層人員的辛苦了是嗎 不是 有人幫你你就會有期待 然後期待有落差你就會生氣 對 然後呢有助理反而很氣 越氣 我現在沒助理 哇 工作好開心喔 真的喔 因為沒有人可以 沒有對象 這樣子對喔 真的 我覺得是在學習 就像我剛才講 你會 你太依賴別人幫助你 你會忘記一些東西 會讓你 失去你對這個工作的那種熱忱 跟那個初衷 找不到感動 那你這樣的選擇 一定是經歷了一件事情 讓你覺得 我現在開始 我決定我不要用助理 這個是我好奇的一點 那你知道真實的原因 對啊 知道不到嗎 哈哈哈 因為 他還發脾氣 不是 應該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 這種選擇 選擇 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我很相信就是 命運的安排 那我覺得 我面臨這個階段就是呢 因為我隨時身邊都有兩個助理 每一個助理都有不同的個性 對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 開始發現自己不適合做化妝 然後發現自己更適合不同的跑道 對 然後呢就知道 然後從我身邊離開之後呢 就有自己新的發展 對 那時候我就很感叹 我想說 好啦 如果身邊的人 有自己的那種未來 對 你就祝福他們 你會祝福是真的 對對對 但是我就想好吧 我就暫時不要帶人好了 對 就要自己開始自己去 重新 從頭開始的感覺 對 老師還滿意我今天 帶給你的這一個集團 非常滿意 對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嫁了 我知道 丟下 這裡